所以请看下一张 在这个产品的筛选的过程中 我们选择了赤灵芝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赤灵芝为什么选择 第一它的研究是最多的 第二它原材料是共有充分的 那么在这个选择材料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看到了 就是说有些人讲灵芝包子是有效的 有些人讲呢 灵芝的指示体是有效的 指示体的提取物是有效的 在我们的研究里 发现很多很多的文章 又有论述灵芝包子的疗效 又有论述灵芝子示体方面的疗效 最后我们就决定 那么我们最后的产品 是两个部分的混合物 那灵芝包子呢 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 我们可以看到 3000倍的显微镜下 电子显微镜下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灵芝包子像一个橘子糊一样 它周围呢 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外壳 里面的有效成分 不可能被人体利用 那这时候呢 就得采取一定的措施 一定的工艺 把它那个壳给打破 这时候呢 有效成分才能够被人体利用 请看下一张 那么这是在原材料的 这个选择上 那么在原材料 你定好了以后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 能够产生最好的产品 其中还有一点 就是尤其对植物药来讲 还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原材料 里面的有效成分 能不能充分的被提取出来 那么这一部分呢 主要就是紫实体的这个提取 那么在每一次我们谈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都要特别的提到 Farmernex独有的生产工艺 这个工艺呢 是能够保证我们的有效成分 能够充分的被提取出来 能够充分的被人体利用的一个关键的关键 我们刚才讲的最重要的六个S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是安全性 一个是有效性 那我们必须建筑在一个程度 就是说我们把有效成分全部都提取出来 如果这个产品里头 产品里头有一些有毒性的成分 那么怎么样把它去掉 所以生产供应 在一个产品的质量里头是至关重要的 在有效成分的确立里头 我们是一个是零质总三贴 它是占6% 那么零质的多糖 总多糖是13.5% 这两个产品的标定 这个有效成分的标定 都有赖于这个生产工艺 那么生产工艺就那么重要吗 我简单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是张德成教授经常给我们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小菜市场 比如说去买菜 你可以买这个肉啊 鱼啊 是吧 青菜啊 各种不同的调味品 你可以买到 我也可以买到 咱们大家都买同样的东西 然后拿到厨房去做去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有的人做得非常好吃 有的人做得不好吃 如果同样买的东西 如果让我去烧菜的话 可能大家都不要吃了 对吧 但是如果说是一级厨师 他烧出来的菜就非常好吃 为什么呢 他懂得这个工艺 他懂得火要用多大 什么时候加盐 什么时候加各种不同的调料 那么火候掌握到什么程度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工艺 在我们谈到这个化学的时候 这工艺是一种化学的一种工艺 在我们谈到化学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化学呢 它有很多的特点 化学家呢 他必须要懂得化学的理论 比如什么样的化学结构 它怎么样形成的等等 这些化学的理论 你要去读书 要去懂懂 同时呢 他要学习化学的一些检测的方法 这就是技术操作 那么你操作完了以后 你所得到的资料 你还得会分析 比如像质朴 分析起来就很困难 这都是化学家需要完成的一些工作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植物化学 它在整个的化学领域里头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学科 这个植物化学呢 它不仅仅需要理论 不仅仅需要技术 你怎么样去学习这个技术操作 不仅仅要懂得 怎么样去分析这些 所得到的资料 它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怎么样积累经验 化学呢 和中药里头有很多 很多相似性 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 当你在研究这有效成分的时候 也许你不知道 哪个有效成分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尤其在中药的研究里面 但是你要知道 某一类的化合物 它怎么样通过你的 这个提取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工艺 能够充分地被提取出来 那么这些有效成分呢 怎么样能被人体利用 这个呢 是需要相当时间的经验的积累 那么华茂公司呢 非常幸运 就是我们有张德生教授 张建斯博士 他们这样做了多年 植物化学的这样一个工作 他们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么张德生教授呢 他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教授 他是做了一辈子的植物化学的工作 他在他有生之年开发了很多这个中药的产品 张建斯博士呢 也是在药厂做这个植物化学的工作 一直是负责在莫尔克 还有其他药厂负责这植物化学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们两位呢 就具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待会我们还有一些资料 重新回到这个植物化学 他的经验积累的一个重要性 现在这个幻能片 我们可以看到是在903年的时候 斯利瓦教授 印第安纳大学斯利瓦教授 他做的一个平行的对比 斯利瓦教授很奇怪 他是一个西方人 他是从一个欧洲移民到美国去了 他一直在做癌症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他有一个台湾的教授 跟他交流的时候就跟他讲 他说你在做这个 这个生物学的研究 我告诉你 这个灵芝这个东西 在中国社会里研究特别多 很多病人都在用 你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那他呢就假装病人 就给各个药厂那些写信 就说啊我是一个病人 我需要灵芝的产品 那么你请你们把这个 他付钱了 请你们把这个产品寄给我 所以他一共买了 二十几种灵芝的产品 然后就在他的实验室里头 在他那个同一个实验体系里头 做一个平行的比较 在这张幻灯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他研究的就是乳癌细胞的迁移率 那么这个乳癌细胞 他所采用的是一个恶性细胞 是高侵犯性的一个乳癌细胞 就是恶性程度非常高 迁移率呢 我们怎么理解呢 就是癌症有很多的特性 恶性细胞的特性 那么他首先有一个特性 他可以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在别的地方生长 对吧 那么他必须具有这样一个能力 从一个地方 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研究呢 就特别来看 他的迁移率的高低 作为一个癌症 恶性程度的一个指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最左边这个柱子呢 是安慰剂 那么靠近左边这个柱子 后面有三个产品 三个不同产品 包括北京灵芝啊 中科灵芝啊 还有吉利灵芝 那吉利灵芝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很高 它几乎就没有抑制作用 它大概是80%起的 这个迁移率 对吧 80%几 90%几 就几乎没有抑制 那么北京灵芝和中科灵芝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于这个恶性细胞的 这个恶性特征 有相当程度的抑制 但是呢 抑制率都不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是 这个吉利灵芝呢 它里头是没有破壁的 所以里头有效成分不多 不能够被这个 直接被利用来 抑制恶性细胞 那么中科灵芝和北京灵芝呢 它是破壁的 但是里头有效成分的含量呢 不一样 也可能它的破壁率不一样 再往右边看 另外两个柱子 一个呢叫做这个乌纹 这个是香港的一个灵芝 还有一个是我们 在从左边数的第二个 那是我们台湾一个重要的灵芝的品牌 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这两个灵芝产品 它都是这个紫尸体的汲取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癌症的特性的 这抑制的过程中呢 它的活性程度不一样 有的高一点 像这个台湾的产品呢 它的抑制率差不多能达到80%的抑制率 对吧 那这个香港这个产品的话呢 抑制率就很低很低了 它只有50%左右的这样一个抑制率 在斯尼玛教授这些研究里 他特别看到 华贸公司这个Richmax 它的对于癌症的特性 抑制程度是最高的 达到98% 99% 那当时他在他的研究论文里头 就做了这样一个结论 他说他当时是在美国买的 他说美国这个灵芝产品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它是因为这里头呢 不仅仅含有紫尸体的汲取物 同时它还有破壁的包子粉 所以呢 他对这个癌症的抑制呢 是最好的 这是03年他发表的文章 04年的话 等我们看到这个文章 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斯利瓦教授 就是在跟他交流 我们就跟他讲呢 你讲的这个结论呢 有一部分是对的 我们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 灵芝紫尸体的提出物 加上破壁包子粉 但是呢 你讲的还有一些东西你不了解 那么我们就给他看了很多的 这个化学方面的资料 同时告诉他 这个生产工艺的重要性 请看下一张